好,我们打完这个气质恶罩以后呢 这个后面有一个隐藏的商人坟墓 我们去一下 这个里边还有就是 如果我们想要完成三个指头的结局的话 就是你变成这个颠火结局 就是需要走这个地方 好,我们看见这个宝箱 这是我们刚才打这个气质恶罩的地方 打完气质以后就有个宝箱 宝箱后面一个台子 然后其实你打一下这个台子 就下来了 大家看这儿有一个 就已经死掉了 这是这个商人 然后看这边死了一大堆商人 他们都被人给抓到这儿来的 拿一下这个 OK 然后你看这儿有一个木桩子在这儿 然后我们就直接走过去 然后这个后面有一个 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 如果你想要这个东西 你就让他吐火 吐你火 然后吐完了火以后 这个东西就能拿了 这是他的套装 好,现在我们可以 把他去干了 OK 好,然后从这个木梁走下来以后呢 然后往西南 然后再从这个楼梯下来 再往西北 在这个龙道里边 我们就往这边走 往东南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木梁 我们继续可以往下走 OK 好,这个第二个木梁呢 我们走到中间 走到这儿 你来回看一下 让这个两个上面 我们站这个木梁和下面这个木梁 对称一个十字的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往下跳 好,跳到这个木梁 然后这儿有一个 制作笔记 然后再往下走 这儿有一个拉琴的这个商人 我们不要打他 他在拉琴 然后我们站在他的旁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装备换成最重的装备 以前都是轻的装备 我们现在换成重的装备 要重了 也不能太重 就是重 OK 然后我们站在这个弹琴的人旁边 然后先下一个 然后换成重装备以后呢 我们往前滚 第二个台阶 往西北 往西北 滚一下 到了 OK 然后现在我们把重装备再拖起来 OK 然后呢我们再转身 到往这个东南方向跳一个 直接走下来 没跳 好 然后再转身 再往这边跳一个 好 然后得到这个发狂火焰 就这边 这边有个帐篷 帐篷的尽头 这个 西南方向 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盾牌 指纹盾牌 这是整个游戏里面最好的盾牌 看一下 这个 指纹盾 OK 接下来我们可以马下走一场 好 接下来这个地板 我们跳下去就行了 然后它会碎裂 到我们到下面 最下面一层 然后这儿有个刺服点 直接出摸一下 好 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有这个巅狂火焰结局的话 就把自己所有的衣服脱下来 然后走进去 然后它就会给你身上烙印一个 颠火印记 然后这样我们到结局以后 就是打完游戏以后 它一个结局就是我们会变成那个颠火结局 OK 虽然我们没有这个电火的结局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样存档 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不想有这个电火结局 或者在游戏中想要回档的话 怎么样存这个文件 在电脑上我们寻找这个appdata 然后就点击这个folder 然后这个folder出来以后 就是有一个elderain 点击elderain elderain里边有一个folder 它一大堆数字的这个进去 以后呢第一个就是e2000.sl2 这个就是我们游戏存档 然后我们把这个存档复制一下 copy 然后我们再另外的create的一个folder 把这个存档放进去 就行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备用的存档 然后以后我们要找不一样的结局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存档再copy回去就行了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